双手插口袋态度从容 台开前董事长邱复生 涉嫌制作假的交易记录 变成被告 检调兵分六路 搜索约谈 我是证人不要到 时任台开副总 说自己只是证人 但同案总共有六名被告 包含邱复生的女儿邱云云都到案 你不是副总吗 你不是副总 不是啊 你那你错了 甄情案件源于四年前 当时台开公司出现财务状况 邱复生向民间的公司借款两亿多元 但是却把这笔账寄成不动产买卖 登记在隔年的财报上 现在案情曝光 台开前董事长邱复生 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 监察官预知他要以150万人交保 但是他在法警市得了四个多小时 没有人帮他办保 最后他被限制住居 出境出海还得电子监控 昔日媒体大亨 现在却筹不出交保金 当邱复生离开地检署时 他独自一人却气势凌人 你还干嘛 搭上计程车大力关门 邱复生潇洒离开 而台开成立于1964年 是国内老字号的土地开发公司 过去就曾经爆发经营权之争 还曾经跳票31次 金额超过4亿元 2022年8月股票终止上市 先向我们的所有的股东致歉 因为我们沟通的能力 还不均于能够挽救 这一回又出状况 台开在24号发出声明 表示已经将相关的资料 移交给检调单位查查 公司也会全力配合调查 东森新闻召集林权丁一文 台北报道